美国总统拜登 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 撤销TikTok和微信的禁令 另一方面 他反而会加紧审查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式 以往由针对个别公司 变成针对竞争对手的应用程式 大家都担心会否扩大审查范围 其实实际说一些细节是未有的 你怎么看这一个最新的消息 对于香港的科技股有没有影响 其实主要是针对两家公司 TikTok和腾讯旗下的微信 我想你说TikTok当然因为未上市 你在金融市场上会衡量不了 或者看不到实际市场会有什么改变看法上 但如果你说这个政策围绕一个大方向 又不可以说是一件很好的诗理 又不可以说是豪策 原因就是起码说是撤销了整个禁令 不是说不让人用 其实说特朗普当时推出了这个措施之后 美国自身在内部上也有很多反对性 有很多年轻人用TikTok 接着说有很多美国商户 可能跟中国做生意的 亦都要采取选择用微信 他们没可能逼到中国商户 用其他的应用程式等等 虽然当时说会有很多信息的涉漏风险等等 但大家都知道的 不可能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市场向来对这个禁TikTok 禁微信的看法争议性很大 现在赶紧取消了 但你说的改变策略就是会加大审查 其实TikTok本身都已经说把很多业务 或者很多数据中心转移到美国上 把整个业务发开了 其实你说的可能最终就算加大了审查 由于如果交足功课的话 可能也有机会避免 所以在TikTok的案例上 可能真的好事 但问题是在股票市场上 你反映不到这一件事 但对于腾讯来说 你又想想怎么看 第一方面就是之前说的 市场预计了 其实最终在最终的美国人 都是要继续用微信的 亦预计了整体措施出来之后 其实如果像腾讯 好像中心那些 才跌了很多上来 你现阶段这个消息出来 当然有机会剩很多 但由于市场本身就是觉得 就算出了禁令 对腾讯都几乎毫无影响 当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不止一间的 印象有成三四五六七间的大行 上面出了报告说 腾讯技术的微信业务 在美国市场上 收入占比1%左右 所以影响很微 股价几乎没有反映过 负面因素在这里 所以如果这一刻 你当时这个 没错 你可能视为一个利好消息 但问题就是 不会带动股价反弹 因为主原因是 它没什么跌过 所以短线来说 这个的确是市场的焦点 市场焦点看什么 就是中美关系的整体改变上 其实你预计了中美关系 就有紧有宽 这方面来说是好一点的 之前收得太紧密 但问题就是 不会有很大的180度改变 突然间要预计两国 在科技层面也好 半导体也好 在不同层面上 要有180度转变 由以往不会做的 突然间去做 应该不会发生的了 但未必 其实市场向来炒竞的一样 就是未必好像以往那样 所有东西都是走美国优先 即是跟特朗普的政策不一样 预料到拜登政替意打的牌路上 会比较正路 会容易足一点 其实短线来说 未必以往有那么好炒 但是你又说 长远来说 未必是一件坏事 金融市场的人士 起码会先敗 所以对于这个事件上 大家没有什么可以做 老实说 当是吃花生的 没有